给大家展示的是海军大龙 首先海军大龙它跟普通大龙的区别在哪呢 看一下手柄 普通的大龙手柄 我这只也不普通 是个战损的 如果不是战损的 它就是正常的 这个战损是从它赏金猎人系列变形出来的 赏金猎人战损特别受欢迎 它各种颜色都整个战损了 其实最正宗的是绿色的赏金系列 这个也是它的衍生版本 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看 首先手柄 这个限定版的 它类似了之前猴网的一个限定款的风格 是一个网格纹的 也叫手雷纹 这是它的第一大不同 就是手柄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时呢 螺丝也不一样 这次螺丝它换了一个米兹螺丝 就梅花螺丝T系列的 之前都是三角螺丝 这个T系列螺丝的话 就更方便我们来拆解 来对它进行一个保养 当然这个刀并不太需要保养 我自己是大龙的很多年的用户了 我认为这个刀是不需要保养的 正常一直用就行了 我那么暴力的用 都不需要保养 一点不娇气 OK 继续来看刀刃的土层 土层方面用的是DLC的 同时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有一个放水槽 普通的大龙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正面放水槽 同时呢 它尾部 你可以看到尾部也有一个漏水槽 实际上来说的话 只要有尾部这个漏水槽 从原理上来说 是不需要中间这个槽的 就即使是没有中间那个槽 尾部有了槽 它一样能够在水里边开启 因为它需要的是正负压的平衡 所以这个的话 一个是身份的象征 再一个就是帅一些 比较帅 其实它的作用并不大 有它没它都不影响 这把刀在水下的开启 海军大龙 然后这把刀 如果你手里有一把普通的大龙 很明显的一个区别 它特别顺滑 特别顺 整体它的出刀 收刀的手感 超级顺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它这个标签 看下标签 上面是Combat Trudon Delta 这个就是它的三角洲 也就是叫海军大龙的意思 Signature Series 就是签名版本 也是先定版本 然后DLC DLC的五金件 然后下面这个就有意思了 涅蓬的五金构件 就它里边那五金件 弹跳的结构 OTF结构 是一个涅蓬合金的图层 加了这个之后 首先它的硬度和耐磨性 都得到非常好的提升 再一个 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个防锈的效果 去马上查了一下 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防锈的功能 同时 我也不知道是它这个涅蓬的图层 有助于它整个系统的顺滑 还是怎么着 反正就特别顺 很轻 很容易就推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龙的力道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这把就是好推 好推 好收 这可能和它这个 涅蓬合金的图层 OTF结构 是有关系的 签名 序列号 生产非常少 全DLC的物金结构件 螺丝 尾吹 都是DLC的 包括它推杆也是DLC的 DLC的刀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 盒子上面写了 Signature Series 就是限定款的 这是它的新的卡片 包装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海军 海军大龙 今天就介绍到这 双刃的海军大龙 还挺有收藏价值的 过了一年两年吧 这把刀绝对绝对 是往上走的一个收藏行情 大家不信的话 可以随意去翻 之前微技术生产过的 比较稀缺的限量款 看看现在的价格 和几年前的价格 好